大家好,欢迎来到地理资料与地图课的第二堂课 那我是哲伟 那这一堂课呢会主要针对线上写作地图的工具进行介绍 OK,那一样我们还是用文件导读的方式来带大家 看看我们现在资源供笔上面的内容 首先还是一样请大家到g0v.hackmd 然后找到这个GIS的资源供笔 那一样到第二堂课 OK,第一堂课是地理资料与地图课介绍 第二堂课是介绍线上写作地图工具 在左手边的导览列你会看到这个分页 点击进来之后会看到这个页面 那首先呢,其实这个页面有点长 有列举了蛮多不同的线上写作的工具 所以我先带大家把整个工具都看过一遍 那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每一个工具的操作步骤跟细节 那最后其实也会带大家看一下这一次这堂课希望大家做的作业 那因为这堂课介绍写作地图的工具 所以就希望大家用这个工具 然后你要去设想一个协作的情境 资料的主题 就用这一次的作业来开始一个线上写作地图 不管是提案或专案的一个处形 好,那我们就往这个页面来看 那我把画面放大一点 其实线上写作地图的工具也是延续 GNV 社群协作这样的一个概念 只是说我们遇到一些主题 它会需要用地图的方式 不管是资料的呈现在地图上面 还是说协作者可能要看地图来做协作 这都是会需要地图这样的形态 那在第一堂课我们也介绍着蛮多多样化的地图的主题 那今天我们就focus在协作地图工具这件事情 那我们大概还是会先介绍点线面 就说一般来说协作的地图比较常出现 就是在向量资料记 就是点线面这样的概念 的资料的写作上面 那各种工具我待会就会一一介绍 那点线面其实不外乎 就是我们常见的人知道 例如说美食店家一个店家的位置 那他可能就是用点的资料来表达 线的话举例来说像公车的路线 他有一个起始点有一些路径路线 那就是以线line的方式来做 那第三个叫做面 就是说点线面的面状资料 那英文的话是叫做polygon 所以在画面上你会看到 其实我们已经有准备了点线面的资料 大概都是以台南市为举例 点的部分我们以台南餐饮店家 这样的一个原始资料 还有我们整理好的CSV的格式 线的部分也是一样 交通部跟台南市政府 其实有公布他的公车路线 那我们也大概 Ronnie有帮大家整理了一下 他的好用的格式 所以待会在介绍Google Mind Map 这个工具的时候 其实就会请大家直接用这个资料来呈现 那面状的资料我们准备的是台南市的行政区的范围 例如说这个东区或者是这个白河区 它其实是有一个范围的 那怎么样把这个范围表达出来都是透过面资料 在画面上你也会看到我们有迁入一个面资料 它的大概的样子 你会看到它其实是有一个框线 有一个范围 一般来说表达上 我们会去选择它的填充的颜色 它是不是要有透明度 或者是它要填一个实际的颜色 盖掉它下面的底图等等 所以这是点线面的部分 那接着我们很快看到延续点线面最常使用的协作工具 其实是一个叫做Google My Map的工具 那我们很快用案例来看 这个Google My Map跟我们一般Google Map有点不一样 Google My Map其实就是让你自己做一个线上的地图 所以你可以放入你自己比较关心的资料 那你画面上我们是就把刚才点线面的资料放在上面 所以你在页面上其实在滑鼠的部分 你可以zoom in进去这样的一个线上地图 你会看到的是店家的红点连的是位置 线的部分就是蓝色的线条 那面的资料会是一个棕色的框线 那我们就预设它的中间就是透明的 让大家比较方便看到底下的样态 那你如果把资料栏打开来 就会看得到点线面的一些更多的描述 那像点的部分呢 如果你要直接找特定的这个店家的名称 其实它也有支援像是关键字搜寻的功能 所以这个Google My Map其实最常见大家在想 我如果要编别人share一样地图 或者是这个地图还可以做协作的时候 这是蛮常使用的工具 那实际的操作我们待会都有各段落的介绍 还有一个应用情绪我想很快提一下 Google其实它的服务蛮多元 所以它有一个Google Photo的一个服务 那其实在Google My Map的部分 它可以把你特定的照片 就Photo里面的这个相簿 这些相簿呢 如果你是用手机拍照的话 它就有位置 那我就坐标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Photo里面的相簿的照片 汇入到Google My Map 那以画面上举例来说 我是直接用一次某一次这个 跟民间的团体合作一个踏踩的活动照片 也就是说大概看得出来 我们当时这个2017年当天呢 我们从一个公园往北边走 沿着其实是沿着一个旧的水路的路线 边走边拍照 那拍完照片其实也蛮多张的 所以我们就不是一笔一笔把它定位在地图上 而是直接汇入进到这个Google My Map的服务 OK 那这是第一个工具 我们想要介绍给大家的 那第二个工具叫做U Map跟OpenStreetMap 也是一样我们就很快仔细来看一个应用的案例 在画面上你会看到有个叫做澎湖线OpenStreetMap迎水点 括号它可是自动更新这样的一个资料的特性 那套别在一个Mapbox的卫星底图 我们大概来看一下这个地图的样子 例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澎湖线的卫星底图 这个是有看到 还有蓝色的部分就是它的饮水点 公共饮水点 你可以去那边装水 或者你询问可能是一个机关 它在一定条件上它可以让你装水等等 那U Map的特点在于说 刚才我们说这个Google My Map它可以放资料 看起来也都差不多嘛 都是点线面的资料把它呈现 可是U Map它跟OSM 就是有一个叫OpenStreetMap的一个全球的地理资料库 其实是有一个算是比较紧密的合作关系 那这也至于让它有一个机会是 OSM它是一个全球的地理资料库 所以每天都有不同的国家的人 还有包含台湾的社群都会去标注一些新的资料 那这些新的资料 过了一天就有新的点位出现 大家就有贡献新的资料 那能不能联动在这个你的主题地图上面 所以U Map我们现在在介绍的这个工具叫做U Map 它其实是有一个机会 用自动化同步的方式 去把特定的资料集 拉到这个U Map的主题地图上 所以画面上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些澎湖县的饮水点的资料 如果明天有新的单位 它也说它也可以新增一个饮水点之后 这边就会自动呈现 不用经过这个编辑者的人工 这就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 所以在思考要不要用U Map 或者自动更新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要去先大概survey一下 OSM里面有哪些资料集 那那些资料集跟你的主题是不是有关 如果是有关的话 我就会比较推荐说 那你从OSM的资料库 找到这些你相关的资料 把它拉到U Map 在U Map上面来呈现 那也可以做自动更新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工具 我们来介绍的就是第三个 叫做A Walsam Table and Sparachute 也就是说这个 Sparachute大概 大家参与到郡君利社群 也大概都有听到这样的公共 就是Google的试算表的线上服务 那线上服务这个部分呢 各位大概也看过说它大概就是一个资料 集的格式 有很多栏位有很多的资料列 那A Walsam Table这样的工具呢 是说它可以自动的就是 当这个Sparachute后台有 经纬度的栏位 那可以方便它直接定位在地图上面 那我们直接也看一个案例 例如说画面上是用A Walsam Table的地图模式 把目前就是说民间社群标注官方公布的 确诊者足迹的位置 精纬度的位置 自动化的呈现 那除了呈现之外 也就是说它 协作的场域不是在地图上面 而是在那一份这个Sparachute上 那Sparachute呢 就可以例如说我直接新增或批次的新增 很多的点位 只要你Sparachute有 有经纬度的栏位 它就可以呈现在 A Walsam Table的地图模式上面 那在这样的条件下 因为背后就是一个Sparachute 一个试算表 所以它就可以再多做一些事情 那也是我现在画面上 想给大家看到的部分 就是说这个点位很多 那其实你还可以用筛选的方式 因为每一个确诊者足迹 它其实都有一个地址 官方在公布的时候 所以我假设今天key叫做板桥好了 这时候 本来好几千笔的资料 它就直接依照这个 某一个特定的栏位 是地址的栏位 你输入了板桥 那就说那我只留下 只剩板桥的地址的栏位的资料 所以画面上整个台湾 就马上zoom in到 属于板桥 地址的板桥的部分 那假设我今天 有特定的暗号 就是说因为 每一个确诊者足迹 它其实都有公布一些暗号 假设我是以14 我偷看一下有哪一个 14761 我们先假设对一下答案 14761它其实是 这个南投的竹山镇的一个暗号 好 我们假设用筛选的方式来找到它 14761 这时候你就会很直接看到说 这个14761的确诊者 它在竹山镇的范围 它曾经在公共场所有停留的资料 所以这个又跟刚才我们看到 例如说UMAP 或者Google My Map 不太一样 因为这里因为是以资料表作为后台 所以比较常见的对于资料表的查询功能 它也一起做在这个地图的前台 让使用者可以自己去查 那有这样的输入 这个关键字的方式去查 其实也还有一些类型 那待会我们在各段落工具 详细介绍的部分 我们还会再介绍 所以这个叫做 Aversion Table 那其中的地图模式 它是用Spreadsheet 线上视数代表作为后台 联动 就使用者打开这个网页 它就会同步再吃一次资料 让最新的资料可以显示在地图的前面 前台上面 好 那我们再接着看一下下一个工具 下一个工具叫做 下一个工具叫做TimeMapper 那它也很 也跟刚才的工具也是一样 就是它以Spreadsheet作为后台 我们目前在页面上 迁入的这样的画面 比较丑一点 所以我另外打开来 你也可以把它另外打开来 会版型上会比较好看 那我这边举一个实际案例是 社群其实也有在整理一个主题 叫做在地的刊物 那特别是在各地方做社区报 或者社区报纸 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其实这个也蛮有历史 就是说甚至在1960年代 70年代或80年代 到现在都有不同时间点 不同单位做出这样的在地刊物 所以它有一个时间的向度 某一年开始发行某一个刊物 那怎么样发挥出来 这样时间的刊物 这样的时间轴的一个特点 所以TimeMapper这样的工具 想要 就是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 它其实有提供一个时间轴 在底下左手边底下 这边有一个时间轴的向度 一样Mapper嘛 所以它还是有地图 有坐标 所以我假设直接来看看 在1954年 有一个叫做师大青年的 全校型的学生刊物 你会看到这边 也可以放一些叙述 同时间 它的时间轴也拉到了1954年 在地图上 它也至少pop up出现一个提醒 你说师大青年 实际上应该是在师范大学 所以就是在台北 那我们再往下点 像这个马祖画刊 它就已经到了1957年 就是时间点又不太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有时间向度 跟地理向度的 一个整合型的呈现 所以我刚才滑鼠上点到一个在 南投浦里的报导杂志这样的刊物 所以它联动其实就会直接跳到 现在2011年的时间轴 所以这个TimeMapper它的后台呢 你可以想象 其实也是有一个栏位叫做时间 有一个栏位叫精度 有一个栏位叫纬度 有个栏位叫名称 例如说现在看到普里报导杂志 这个就是一个栏位的名称 那它去读取这些栏位 呈现在这样的TimeMapper工具上面 那接下来介绍两个 剩下两个工具 就是一个叫TGOS的协作地图 还有第二个叫GIS Cloud 我想这两个工具 我会再评估一下时间 主要会介绍的是说 我们在第一堂课 其实有介绍一种资料形态 叫做WMS 或者WMTS 那大家可以到第一堂课的页面 再去看一下 WMS到底是什么样的 英文缩头字 可以再去复习一下 简单来说就是 某些机构它有很多的图字 那它透过WMS或WMTS 这样的服务 它把图字的影像 传给你 那你要把这些影像 接到例如说 你的GIS的软体 或者你的地图服务 那这部分因为 需要有一些技术的 这个资源 所以没有办法 像点线面资料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或者你丢到什么地方 你需要有一些图台服务 允许你去借接WMS的图资 那TGOS就是工具介绍5 这个部分 还有QGIS Cloud 工具6 这两个工具 我们会特别拉出来介绍 是说 它们就有很明确的 可以让使用者 去接WMS的资料 一样我也是以具体的案例 告诉大家大概的样子 那TGOS其实还是我们 国家来维护的一个协作地图 你会看到它其实 在画面左上方 它的名称叫做地图协作平台 它也的确看到蛮多的 例如说学校的 这个地理资料的作业 或者是民间有一些调查的需求 都需要地图 所以国土策畏中心那边 就有开始建置这个地图协作平台 那一样你可以去申请一些账号 就可以试着用用看 回到WMS这件事情 现在在画面上 我们看到一个好像有点线面 这个只是我画给大家说 你可以在这样的 TGOS协作平台上 一样画出点线面 特别的是说 在滑鼠的这边 就是画面左手边 有一个叫辅助地图 目前看到有写的 叫做便利超商 便利商店 这个便利商店的资料 如果我们zooming到嘉义市来看 你会看到好像很多的我们常见的便利商店的店家 都有被标注出来 那这个资料从哪里来的 也不是我自己有的 而是这个地图测费中心的这个协作平台 它允许你借接WMS 那在他所支援的WMS的种类里面 有一个种类来源就是便利商店 所以你假设今天 虽然我没有办法取得便利商店的资料 可是我希望还是把它叠在地图上面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先去看看 有没有WMS有这样的图资 再进一步 如果你真的很希望呈现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选用 可以支援你去借这些WMS的图资的图台 那我很快换一下 假设我很关心各级学校的范围 那各级学校范围其实也 也不是很好整理 例如说有大学有学校 这个国中高中 可是透过他们的WMS 就是中央那边其实也有帮大家整理过 他可能不会这么慷慨的 把RAWDATA原始资料都给你 不过他有这个WMS的服务 所以很快我在不去烦恼 这个原始资料怎么取得的情况下 我透过他的WMS 也可以呈现在画面上 那一样这个透明度也是可以调整 这是一些让使用者调的选项 所以这个TGOS的部分大概比较想跟大家介绍说 他在WMS这件事情上面 他的支援度是比较高的 那第六个工具也是GIS Cloud 那我这边也不细讲 因为他也是一样WMS的部分 是有支援 所以你可以去尝试申请他的会员账号 然后用用看他的线上地图的服务 那甚至他支援的格式比较特别 就是他还有支援这种图像档案 我也是以现在画面上这个地图为例 假设你今天你想要放的地图的样态或形式 其实是一张这个JPG 或者有就说基本上是有一个地理坐标定位之后的图片 那这个QGIS的 GIS Cloud这样的服务 其实他是可以支援这样的GeoTIFF的档案格式 其实这样是TIFF的档案格式 那TIFF就常见这种影像档案的一种格式档案种类 那Geo就是说他具有地理坐标的这个讯息 所以他读取这一张地图的时候 他会知道这个地图 这个影像档要定位在这个地球的什么样的坐标位置上面 那以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到 这是原本的底图 就是台湾的范围 那我放进了几张 就是全国国土计划的功能分区的图档 特别它是以GeoTIFF的格式为主 那我放的第一张 这个是叫做国土保育地区 就是很多的森林还有保育范围 那当时在国土计划 在草案阶段 或者在公开审议的阶段 因为当时的政策文件并没有给我们原始资料 所以我们那时候与一些朋友就想说 好吧我们那时候只有PDF档案 看到他的这张图片 那我们也就将就的先把图片拿下来 然后用人工的方式把它定位在 就是这个你可以想象这张图片 到底四个角落要定位在哪些坐标要点位上面 定位好了得到一个GeoTIFF的档案之后 我们想要呈现给大家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GX Cloud的服务 把它定位在地图上 那我们那时候 去备可能工作上的细节还没有做得很好 就是说 现在黑黑的部分基本上是白色的 就比较不是真正有 这个颜色意义的部分 那这边呢你可以很快切换 原本的这个西南沿海地区 你就会看到有些特定的颜色 是在国土功能分区里面 希望它进行一些保育目的 或者不同颜色又代表不同的保育等级 所以大概在当时 公部门只释出一个政策PDF文件 就是图片的情况下 我们大概就先将就的用这样的工具来呈现 那我们很快速跟刚才介绍工具做个对比 Google My Map没有办法支援这种格式 然后基本上刚才介绍的工具 没有一个可以支援这种GeoTiff的档案的格式 所以我特别在这个GIS Cloud的部分 demo这样的GeoTiff的成果 其实应该在这边可以优化 例如说整个黑色的部分 我们在这个单机处理的时候 我们应该让它是以镂空的方式 这样就比较方便知道说 这个它的资料的状况 那不过其实你如果打开来 我们目前的这个服务的话 它这边其实也有提供你用这个透明度的选项 假设我们来看海洋好了 这边其实它有一个透明度 那我们换一个比较有陆地的 像农业地区的农业发展地区的主题 不同颜色到底对应到现在的什么位置 其实你可以透过这个拉霸选项去大概看到 这也是整个图台有提供的既有服务的选项之一 所以我们这一次大概就介绍这六个工具 那这六个工具呢 我想各自的操作细节 待会我们在各段落都会再做进一步介绍 谢谢大家